确诊人数越来越多 现在指挥中心寄出最新规定 也就是你要来急诊 必须要有快筛阳性才能来做PCR 并且急诊也寄出新的防疫规定 来采检的人越来越多 就怕拖垮医疗量能 追中心的五大措施 包含地方政府加设社区采检站 急诊医院开设防疫发烧门诊分流 还有鼓励基层院所加入采检 以及医院启动降载 调度人力支援采检 高风险区域的部分 我们会有专人来处理 然后限制他们的 与其他的病人 也有互相交流的机会 亚东医院已经把急诊病人 区分八种不同风险 避免高危险人传染他人 急诊筛检量能 也比过往高出三倍 从早到晚 总共服务了800位的民众 那急诊24小时 总共服务了700位的民众 所以等于说 在礼拜天一天里面 就会有1500位民众 疏解量能 双北也有新规定 北市无论社区筛检站还是急诊 呼吁快筛阳才能PCR 新北则是快筛阳或有症状 可以现场挂号社区筛检站 其余都得网路预约 那如果是在家里面 自己快筛阳型的话呢 那他可以拍照 或者是他把这个 他把这个快筛的这个 检体打过来 急诊第一线人员辛苦 医生苏一峰也在脸书贴文 说半夜11点了 还有很多民众在等报告 医护早已累透 新竹马街医院则是有情侣 因为不想等 刻意隐瞒病况 不幸有确诊者进到医院的话 这样会对医护人员及就医的病人 造成一个相当大的威胁 情侣应闯急诊 自私行为 不止徒增 医疗人员困扰 更让其他病人和医护露在风险当中 TB的新闻 余香张卫嫣 新北市报道 中央诊交基层诊所来做PCR采检 不过要实际实行 确实有些难度 以诊所的空间来说 如果只有一个出入口洞线 其实就很难做人员的分流 从里面走 如果诊间是只有一个的话 其实也很难做独立的采检空间 观众空间来估算已经很难执行 想书解急诊 裁减料能 周央喊话 希望诊所自愿家一来帮忙 但现实面太多考量 我诊所已经算不小了 我都不符合那个条件 你动线要分流 要有一些独立的空调系统 隔离系统 人员的分流都要做得很好 很多来看病的病人也不敢进来 因为他也怕被感染 心有原力不足 除了规定要有独立空间 避开主要看诊路线 诊所还得自备 手套 口罩 隔离衣等防护装备 有必要也要装通风换气设备 尽管裁减通报 奖励金给出500元 但仪式认为 诱因不大 你裁减一个 你光光全副武装 裁减 然后人员 然后裁减完之后 还要清销 热心有余 实际上 很难执行 呼吁用快筛代替裁减 才是解决之道 但仍然有不少耳鼻喉壳诊所 自愿加入 比如这边 大概有300家左右的诊所 目前还在增加中 做完这个裁减以后 要送到检验所 去帮忙做PCR 这个PCR的 这个检验所的PCR的量能 它能扩充到多少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重大的关键 另外台中医师工会理事长 透露 由症状民众来看诊 诊所和两难 如果帮忙快筛 健保不给付 筛出阳性通报 又得算入足迹 有的干脆不快筛 不通报 当感冒来处理 可能原因只想让麻烦 降到最低 但恐怕也让社区黑数 不减反正 TVB新闻 都只想让整个人 特别报道 各位目前是要最后11个 15方年办药局开门前 门口已经大排长龙 他们通通都是来买 十名制快筛 最早的五点多就来等 还有孕妇长者 因为家人有症状 赶紧加入抢购行列 但每天限量78份 晚到真的就买不 周围有人确诊的话 一定就是想要每天塞 就觉得紧张 对啊 一定有那种无形的压力 就是如果说我今天塞了 是阳性的话 那我还可以赶快做隔离 对啊那些没办法只好改天再来 这样很不方便每天还要再跑过来 真的是抽个空跑过来还是没领到 上一秒还在二晚就差那几分钟 但前面有人看错号码才能幸运买走最后一盒 不过要是就说这现象很常见 民众常常会就是双号单号搞不清楚 还有第二个来讲的话就要呼吁一下 就是大家把五百块钱准备好 中央广争快筛世纪一部分开放民众实名值购买 还有一部分则分发给工部门单位配发 不过新北市长侯友宜在防疫记者会上 就表示中央配货不稳 药局贩售的时间也没固定 依照新北市八百九十二间药局来试算 如果有两百万人购买 平均要二十九天才买得到 希望中央能提升快筛世纪的量能 是不是能够在预防的防疫上面 选择重中之重 大概疫情需要被关心的地区 要不要足以做好调整 反观台中市先前有家长抱怨快筛 已进南球只有马上获得教育部 配发给居哥儿童的七万计世纪 还列出各县市居隔快筛世纪预估量 其中以双北桃源台中高雄来看 明明双北疫情最严峻 但台中市得到的剂量却仅次于新北市 教育部就表示是依照学生人数的比例做发放 只是还是被质疑 中央可能还是要想一下快筛世纪的配送 怎样才能最公平 区域的宣估过来 你腻腿勾斗 民众一早来到里长办公室 要领取信封类 这张像是高雄讯的单子 因为它可是率先全国 可以免费兑换一份5G的新冠肺炎快筛世纪 原来师傅担心民众为了省钱 让防疫出现破口 针对1万5千多位的低收入户 以及300多位街友 提供免费快筛 只要凭着单子就能领取 只要在背后写上了姓名以及电话 再凭着自己的健保卡 就可以到药局来排队领取 我是觉得这间实体会比较好 它有券但是还是排不大买不大 原来除了街友 由社工亲自分送每人一计 低收入户民众仍得实名制 到药局排队 而且分担参号兑换领取 另外就连基层里长也一度抱怨连连 你面在跟他问张 在跟他问我 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 昨天下午他们还没有接到 要该发的那个兑换券 我们高雄市的弱势民众免费发放 原来高雄市要发放免费快筛券 4月28号就由市长在防疫记者会公开宣布 但有里长抱怨 到了执行前一天的下午 才被人告知 等于中间有五天的空霜期 让他们一度无所适从 如果有特别买不到的 那我们可以再去了解一下 那因为兑换到6月30号 那我们相信所有的低户 应该都可以兑换得到 其实免费发放 共7万5千计的快筛 外界也担心领取后遭到转卖 社会局表示 为了帮低收入户籍街友 省下1500元 又能减少防疫破口 也只能柔性劝导 让这些快筛剂发挥最大效益 TVBS新闻南部综合报导 这个就有打第三季了 3号这天凌晨 北农准备开市 不过说好的要拿快筛证明 怎么没执行 那会宣布从5月3号临时零分开始 所有的摊商都需要十阴性快筛证明 才可以入内 不过快筛根本就来不及到货 农委会政策公布太仓促 一周2.8万筛剂 又碰到厂商劳动节放假 开市前两小时政策急喊咖言一天 北市府也紧急应变救火 目前北农确诊来到了223人 其中一室就占了198人 二室则有25人 其中派办员跟李过元 分别有三四十人染疫 农委会吉普破网 下令要快筛因才能进入 不过摊商抱怨要筛可以 但总要给我东西筛吧 探商透露每天进出约有3000人 3号凌晨2点到7点发的快筛 太临时也没有全部人都领到 只能4号要进入前现场筛 攸关民生北农不轻言修饰 想用快筛当防火墙代替隔离 类似普筛的方式了 让进来的相关的人员都能够 至少在每一天都能够有一次快筛 筛减出的相关的状况 我们会用以筛代格的方式 不过北农要在前线奋战 也得中央备足快筛子弹 而附近环南市场也戒备 5月起除了每周一休市外 另外增加三个周四 借此减少人员流动 防堵疫情 TBS有这种报道 北一证实 4月底的时候分别有两间病房 有4名护理师 4名病患 和4名陪病者 总共12个人确诊 而院方发出的内部简讯 却引发轩然大波 院长邱仲峰 署名的简讯提到 这个周末陆续有 好几个单位同仁确诊 源头大多不是院内感染 显然态度过于松懈 已经责成相关单位主管 要负起督导责任 员工不满 院方强调非院内感染 又称态度松散 根本是把矛头指向医护人员 因为轻护自身防疫 在社区染疫后带进医院里 对此北一发出声明缓夹 简讯是希望提醒同仁 注意社交生活风险 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另外也有为全院同仁 投保防疫险 和提升执勤防护等 安心工作措施 针对简讯内容 引发不同解读 院长也再度发简讯致歉 院方绝对没有苛责受到病毒伤害的同仁 也并非限制同仁人身自由 事实上北一也不是第一家医院 引发医护不满 北市医事工会就透露 曾接获投诉 医院为了避免单位人力短缺 要求同仁不能聚餐 和脱口罩聊天 违规要扣三节奖金 让医护人员心寒的是 医院这种说法 好像都是医护自己不小心 现在疫情严峻 染疫风险升高 医护在岗位上都格外的注意 也不想造成家人 同事的困长 但他们也有一般人的生活要过 工会想要呼吁医院 指责或惩罚员工之前 不要忽略执行医疗业务时的风险 应该要为员工提供适当的保障 也有其他医院高层表示 疫情期间 医护员工的情绪很紧绷 院内院外都承受压力 内部规范或公告 用字潜词会特别谨慎 避免触动敏感神经 反而造成反效果 台北市的广池社会住宅 也爆出了工地的群聚感染 在29名移工当中 已经有26个人是快筛阳性 新医区广磁社宅C区 预计今年底完工 但工地防疫拉紧爆 4月才有本级劳工和工程师 快筛阳性 索性没有群聚疑虑 但目前的移工群聚 C区一共300多名施工人员 当中29名移工 已经都去做PCR 等待结果出炉 不过民众质疑 这些快筛阳性的移工 他们是走了1.3公里 将近20分钟 到联邑中校院区来做PCR 但这也引来其他工人 和附近民众不满 质疑市府没落实疫情管理 甚至说紧急通报市府 却没有获得回应 用步行的方式 到宗教医院 是符合现在的规定 并不是我们没有管它 这个部分我们劳动局 都有在做监控工地 北市府强调 有群聚疑虑的29名移工 有专人照护 集中安置在宿舍隔离 工地不是移工的其他人 都正常进行工程 只是目前北市管理的工地 包含社宅和市场改建等案件 有126人去做PCR已经累计60人确诊 设在工程已经请施工单位调度人力 立批年底如期完工 都发局希望未来能让工地人员每天快筛再上工 但目前快筛量不足有难度 要再讨论如何落实防疫 避免影响工程 会议室大大的桌子 旁边的狭窄走道挤了一床睡袋 这里是台大的宿舍会议室 也是确诊学生隔离的地方 地板上面铺一个睡袋而已 然后枕头还必须要用我自己的行李箱 我这边我睡在这里 然后隔壁那边也睡一个人 走道的另一边还睡了另一个人 根本不算一人一室 确诊学生4月30号PCR阳性 学校将他安排到宿舍会议室隔离 但是地板没有清洁 角落还有大量疑似二手睡袋 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没办法洗澡 因为厕所只有洗手台和马桶 连个领域设备都没有 还有学生在D卡上PO出 校方在男二宿舍B1搭了好几个帐篷 让确诊学生隔离 不但洗澡不方便 连个延长线也没有 手机电脑没电了 只能靠行动电源 让学生有个崩溃 另外还有人没拿到防疫包 也是个问题 考虑到大学宿舍的一个高度密集的特性 而且为了维护既有住宿生的健康 所以请学校在遇到 有轻症或无症状的确诊学生 尽量的鼓励学生返家进行居家照顾 台大也回应 目前已经乘租相关的旅馆 作为隔离宿舍 初孤需投入千万元经费照护 至于如果学生是本地生 建议可以回家隔离 校内隔离主要会以境外生 以及领导生为主 TVBS新闻徐克成 松家娟纪元 台北综合报导 嗨 大家好 我是以前的播言 现在的耀成 全新的我 你看得见 跟我一起念三遍 林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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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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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欢篮球 基本上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生命中的一部分 艺人林耀成拍YouTube影片 分享自己对篮球的喜好 但他被指控 对女性有人施暴 把人打到全都是血 原来确诊隔离的林耀成 得知同样染疫的朋友 没地方可以隔离 邀请对方来家里借助 二号清晨却爆发冲突 男方也跟来医院 然后一直靠近女方 所以被医院的 中校医院的人制止很多次 请她离开 然后对方 男方就说要拍女方的脸 让她的脸公开给大家看 女方头肩部四肢多处擦伤欲亲 对此林耀成除了二号 写手写信 对于情绪控管不当 向被害人道歉之外 三号一早也售出 验霜丹还原过程 澄清是感情纠纷 引起争执 不是爆料说的 仇患不成 过程中两人都有受伤 也有报警 强调没有主动暴力 殴打女生 其因是女方疑似有第三者 甚至已婚 沟通过程突然失控 双手被咬 女生的衣服 腿上的血迹 都是自己的 但针对林耀成的澄清 女方亲友再度反控 表示当时男生 囚禁女生在房间内 还抢了手机 至于伤水罐 是求救时砸碎的 被擦脖子的部分 则已经有验伤单证明 女方也喊话 对方做错事 就好好认错 认为对方前后矛盾 现在双方各说各话 互相录影指责 后续得遭游 司法处理 TVB的新闻 庄齐文 寻听台北报道 怎么做 才能够变成 好吃又健康的料理呢 精通各国料理做法 还会在脸书 分享做菜小秘诀 美食主持人 焦志芳 拥有高人气 二号却曝光 自己确诊 PO出快筛两条线 焦志芳说 自己喉咙痛 发高烧到37度 隔天自行开车 到医院PCR 是阳性 而休养后 高烧退去 不过人就头痛跟喉咙痛 他说出 我不会讲任何 和我密切接触的人 以免像粽子般的一串 影响太多人 但有没有跟我接触 你自己明白 自我保重 但此番言论 遭到网友抨击 应该诚实申报才对 以免不知情者 造成更大的染疫风险 捏捏脸 气到弹开 一言小玉 在脸书分享 跟儿子的甜蜜互动 却爆出一岁 儿子确诊 退烧药也吃不进去 让他很焦急 经纪人表示 大儿子目前已经吃了药 由家人占照顾 而小玉夫妻俩 快筛阴性 正自主隔离 用甜美照 向大家报平安 女星温妮 上个月25号确诊 目前除了全身酸痛外 一切状况都不错 而且快筛也阳转阴 让粉丝放心 只是另外因为 已经确诊9天的女星艾雅 到现在快筛 结果都还是阳性 她说自己的身体状况 恢复很好 想上班拍戏 但是还没有转阴前 会在家待着 也期待跟粉丝见面 快筛什么东西 快筛 五支装的 而在家收到关怀物资 分享有五组快筛 还有泡面 干粮 影片 免费序号 艺人林泽西收到关怀包 笑说很不错 而同剧演员 于秉燕 出关前两天才收到 不过看到内容物 还是让她直呼很贴心 笑说自己 还是得再多休息几天才好 TBS新闻 小明镇张启云 台湾报道 如果你是确诊者 就会收到这样一封简讯 点进网址 出现淡蓝色背景的页面 这是指挥中心 针对确诊个案 设立的自主回报系统 因为现在如果确诊了 就必须自己回报 收到简讯后要先确认身份 和是否为高风险族群 接着要回想最早出现症状的日期 或检验阳性日 以及密切接触者 最后再填写基本资料 和就学工作场域 全部正确填完 才算完成一份完整的疫调 一号自主回报疫调系统 正式上路 截至二号下午为止 总共发出27510封简讯 主要是回了6232人 那因为它是分成两段 昨天是发了7000多 那今天是发了后续 后续大概将近2万的部分 所以这个回报的数字会再持续 不过花莲县的自主回报 似乎没那么顺利 一号花莲县的确诊个案 总共有274人 却只收到17份正确的回报 连一成都不到 因为这规定 民众都还没搞懂 该怎么填写 收到简讯一头雾水 那很多的乡亲 接到了简讯之后 真的不晓得如何去回应 如何去填写 甚至有人在填写 这一道一半之后 就填不下去 或是这个也送出去了 产生一些很大的 不正确的内容在里面 那所以使得我们 昨天一整天 真正成功的只有17份 设立这样的自主回报系统 就是要缩短 密切接触者 收到居隔单的时程 不过也要注意 确诊者如果收到简讯后 却不回报系统 就有可能挨罚 6万以上 30万以下的罚还 因此指挥中心也提醒 收到简讯 就尽快在24小时内 填写完毕 让匡列时间 更精准快速 TVB新闻 高志宏 周永轩 在老师的陪伴下 国小学童接种 莫德纳疫苗 新北市3号正式开打 但现在打和不打 家长好尴尬 像是新北市鼎西国小 只有将近三成家长 同意孩子接种 第一梯施打将近79人 偏偏又遇上莫德纳 才开打 中央又说 BNT儿童疫苗要来了 宣布这件事 家长就会有电话来询问 说这次可以选择吗 那我们说 这次的疫苗 就是莫德纳 那至于BNT的部分 我们还是会配合 中央的部分 来指示来做 不过因为前一天 有再次跟家长确认 学校目前 没被临时抽单的 但看看疫苗接种时辰 新北市5月3号到31号 北市疫苗接种5号到20号 若是按照中央说法 5月中 等于还在打莫德纳的时候 BNT也进来 况且还要考虑 未来是否要开放 儿童疫苗混打 这也是家长会担心的 疫苗的混打 其实我们卫生局 以及医疗专业团队 都是在思考当中 那这部分 我们基本上都尊重 我们的医疗专业的一个评估 而隔壁北市 同样面临一样问题 恐怕也会有家长决定在观望 爱有46.7%的家长 表达有意愿 让小朋友接种 莫德纳疫苗 我们让家长有7天的考虑期 所以到今天 满7天 我们后续 回收之后 作为一个接种的依据 详细数字很快见真招 但基层已经一阵病狂马乱 TVB社无愧 你做恒星美食采访报道 小朋友哭得好惨 要打针 简直要他命 弯着身体不断的挣扎 医护人员跟爱心妈妈决定 不要太勉强 让他先缓缓情绪 到旁边坐下来休息 类似激烈反抗打针的 国小高年级大朋友也会有 真的很害怕哭得更大声 这是桃园国小学童 打疫苗的状况 市长郑文灿到场关心 桃园市有13万多的国小学童 48%的家长填了同意书 学生打完疫苗以后 如果身体有不适 可以请一天到三天的疫苗假 那家长也可以请防疫照顾假 张华县则从小学校开始作业 排定行程一一进行 大城乡美风国小总共40名学童 接种疫苗 其中21人愿意施打 比例超过五成 没有人晕针或吓哭 不过打针的压力真不小 前一天是谈前国小 10名小朋友施打 其中一队一年级的双胞胎兄弟 打完疫苗之后 陆续出现了发烧 胸门的情况就一 第一天是弟弟隔天是哥哥 哥哥昨天施打完疫苗之后 没有不适的症状 那今天早上上午10点多的时候 在上课时 也向老师表达说闷不适 双胞胎目前请假在家休息 已经没有发烧 医师说 莫德纳疫苗比较让人担心的是 心脏的问题 其实大家比较怕的是那个心脏方面 比如包括心肌炎 然后心胞膜炎 那马胰的疫苗大概是大家在意 是这个事情 医师表示 儿童疫苗副作用跟成人的差不多 可能会有施打部位 局部疼痛 还有发烧 头痛 胃寒等状况 心脏问题的比例相对更低 TBS新闻 廖宗庆 诚治中 吴淑萍 桃园 掌画报道 请支持T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